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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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風暴中的雨 遠返用天晴 我的命運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岸底 等一個機遇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她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想起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无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城市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从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我今生死于共 怎么是你啊 听说龙队长负伤了 特地过来探望 你哥他人呢 我也刚来 我哥 你看你看 我哥在那儿呢 念知姐没事就来医院看我哥 又是炖汤又是送水果的 比我这个亲妹妹还着急 我觉得她是喜欢上我哥了 你说呢 以前我还误会过念知姐呢 可是经过我哥受伤这次 我简直觉得念知姐太好太好了 她简直就是我嫂子的不二人选 而且你看他们俩坐在那儿 多配啊 配吗 配啊 怎么不配 你看 还好喝吗 我怕排骨汤你喝腻了 所以就炖了猪脚汤 但猪脚汤是我第一次做 怕你不喜欢 不用担心 味道很好 那我明天还炖给你喝 不用了 虽然医院的饭菜很简单 可是还算好吃 你 是不是不希望我来啊 不是 是因为最近这几天天气很冷 我怕你来回跑会感冒 没关系的 反正我们也是朋友 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而且 九哥也托我照顾你 九哥也知道了 嗯 他很担心你 你要不要也喝一点 嗯 你喝吧 好 哎 哥 回来了 大哥来了 好 听闻龙队长身负重伤 特地过来探望 看样子 没什么事吧 皮肉之伤 冷公子 客气了 这怎么受的伤啊 不会是因为林九哥的案子 有了什么转机 或是龙队长查到了什么新线索 哦 我也是关心林九哥 希望他能够沉冤得雪 当然 不过这次受伤 我不是因为九哥的案子 是因为 我在大街上抓小偷的关系 以后要小心呢 要注意安全 嗯 嗯 你最近 经常去见那个姓龙的 嗯 天宇是我的朋友 怎么了 今天爸爸问起来了 我说你去医院 是为了照顾一个受伤的女同学 你骗他干什么呀 下次如果他再问你的话 你实话实说好了 爸爸可不希望 你们走得太近了 就算他是我父亲 也不应该干涉我交朋友的自由啊 再说了 为什么你可以接近龙天宇 我却不行 我接近龙天宇 是为了我们冷家 在政治上的需要 可你跟那个姓龙的 毕竟男女有别 走太近的话 会被人误会的 可是我喜欢他 你说什么 我说我喜欢龙天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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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天愚 不是跟你说了吗 要多卧床休息 护士 你又只喝冰吧 护士 你又只喝冰吧 大家都听着啊 刁舰有话要说 今儿我跟八九六三有事说 该闪了可以闪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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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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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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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凌九哥 去门那边守着 你是当我是吃素的 你就真不怕 我把你们俩干的 让好事给抖出去 对 人家龙掌管 照顾着你 但是我就不信 全司法部门的人都照着你 说张三自己吊河里淹死的 姓龙的他自己信不吗 长得好看就是占便宜 穿成这个样子 也能把人家龙掌管迷得颠三道四的是吧 我们俩的事情 别扯上龙队长 龙队长 狼有平切 那么着急干嘛 话没说完呢 我想过了 张三肯定就是在这儿死的 你们是怎么把尸体给弄弄出去的呢 刘姐 我跟小辣椒都把这儿扒拉个变了 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旧的老子想离开这儿 一天都不行多待 别告诉我你不想 林九哥 我就要一句痛快话 一起走 还是咱俩一起在这儿等死 我林九哥不受任何人的危险 右手 你在这儿干嘛呢 没干嘛 走开 你们在干什么 报告长官 我们 我们 我们在打扫浴室 四二三一 你说 我要报告 你要是想打扫二十年的浴室 你就报告吧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长官 四二三一 觉得我 我跟八九六三在偷懒 所以想告证 四二三一 是 打扫完都出来集合 是长官 是长官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看守长 看守长 这儿的环境又好 工作又清闲 快不得你们都希望来这儿 你说咱们这个典狱长 上任两年 从来都没请我到他家来过 你说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 可我是这个监狱的老人了 我已经在这儿待十年了 看守长 点狱长不在家 你要有事找他 去办公室吧 多多现在要睡了 请您先回吧 林九哥 你是不是以为 现在有点狱长护着你 我就不敢下手 还找人把我的腿打伤 我告诉你 弄死你 我有一百种方法 只要你人还在监狱 我就会让你死的 连喷嚏都不打一个 你要弄死我很简单 龙队长一定会查到你身上 到时候你就会跟我一样 要么被枪毙 要么关一辈子 所以弄死我之前 先把自己拆干净吧 八九六三 看守长 您怎么在这儿啊 您的腿伤好点了吗 怎么 还想让我在床上躺多久啊 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呢 伤筋动骨也是大事 您要不要多休息两天 我不想休息 对了 龙天宇来了 急着要见您 您的伤好些了吗 嗯 好多了 以后要多当心 谢谢你 我听说 你是因为追小偷 才被汽车撞到 你还记得 在星星当天 给法官送去的那个证据吗 当然记得 那证据可是救了我的命啊 我其实 就是在追那个送证据的人 这个人 自从在法院出现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过 我从冯局长那边 推断出了这个人的身份 他是谁 你还记得我说过 我要回到案发的原点 重新调查林局长遇害的事情 我现在终于有点头绪了 三年前 林局长在调查一件大案子 这个案子 在警局里属于高度机密 就连当时的冯局长冯道王 都不知道内情 不过 这件案子里面 有一个卧底 一直在辅助林局长 就是这个 在你行刑当天 给法官送证据的人 这个人主要是负责 替林局长搜集犯罪证据 还有资料 就在林局长 准备要收网的当天 也就是你回国的那一天 林局长 就遇害了 你是说 有可能是那间大案的元凶 派人杀了我爸爸 没错 余大马 就是这帮人的杀手 和替罪羊 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我爸爸 我爸爸当年在查的案子 又是什么 这目前我还是不清楚 不过 不过 要是能找到这个卧底 一切就能真相大白 对了 你绝对想不到 当时 我在搜查林公馆的时候 发现这个卧底 就住在你们家的仓库里 躲在我们家 不错 他为什么要躲在那里啊 如果他知道真相 为什么不去找你 这也是我最疑惑的地方 我还在仓库里 找到了一瓶安眠药 我找到了 发出这瓶安眠药的医院 在医院里 安插了眼线 只要这个卧底一出现 马上就会有人通知我 就在几天前 你见到他了 我在人群里 发现了他 不过他看到我 拔腿就跑 当他冲到马路对面 我想追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被车撞了 不过 在我昏迷之前 我看清楚了他的长相 我今天来 就是要跟你说 你认不认得他 虽然不是一模一样 不过我有信心 至少有八成的相像 你看一下 这个人约莫五十多岁 和林局长差不多 我在想 会不会是林局长 生前的好朋友 你是不是认识他 不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你再仔细想想 我真的 没有 爸爸也没有这样的朋友 那好吧 我正好 再努力找找看 我可以 我可以找我 我可以找你 他就知道我 久哥 久哥 久哥别闹来了 爸爸 你最近是怎么了 都不陪久哥玩了 久哥自己玩去 爸爸看保持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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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老哥 别怕 那是爸爸 他还活着 你们为什么要瞒着 为什么 爸爸你在哪儿 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小白菜 小白菜 醒醒 你干什么呀 您不是想离开吗 刁姐有话要说 好 来点耍了 还等着我 你出去守着 我要是出去 肯定带着你 谢谢刁姐 好 说吧 到底怎么弄 我真是把张三从这儿扔下去的 张三是从护城河里飘起来的 那就是说明 这个下水口 是通向护城河的 没错 老娘终于可以出去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 这儿有个口 我来这儿五年了 连味儿都没闻着过 我研究过 整个监狱的建筑结构 破解过四通八达的下水道 根据排水系统的连接 我推断出 这里有个隐藏的管道口 是个人才啊 出去老娘带你混 刁姐 这口这么窄 也钻不进去啊 说你傻的 张三全身上下都是骨折的伤痕 明显 就是被他们两个掰断手脚 硬塞进去的 够狠 不过咱们要想从这口下去 这洞口还得再拖宽点 长官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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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又在这儿干吗 等人 我 英九哥你用手子吧 你 闯了吧你 又是你们两个人 今天被我抓了个现行 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展婚 从今天起 罚你们所有人 打扫一个月的浴室 是 是 长官 还不快扶起来 哦 快快快 就快去去 今天什么好日子啊 居然有肉吃 听说啊 因为典狱长整治监狱有功 受到了上边的奖赏 所以才破例给我们过个节 嗯 好香啊 哇 红烧肉哎 给你吃 谢谢九哥姐姐 等出去了 我们就能天天吃肉了 好 八九六三 不要浪费食物啊 好 我告诉你 弄死你 我有一百种方法 只要你人还在监狱 我就会让你死的 连喷嚏都不打一个 行录得对你不错啊 有吗 嘴尖又没咋干净 当我瞎呀 你们俩没来眼去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吗 你全家人都知道我护着你 别说我了 你呢 拍着胸脯说要拿到的工具呢 这你放心 我情调说话算话 说正事儿 让他打把手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谁知道他会不会告灭 我可不敢保证他会帮咱们 反正 这件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也对 对 四二三一 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吃饭 是 长官 吃饭 嗯 所有人把工具上交 赶紧的 四二三一 到 你再叫两个人 把这些工具拿回储物间 是 长官 你们俩 赶紧的 其余所有人 听我口令 全体立正 向左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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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工具是吧 可守长 您怎么自己上手了呢 我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 这样的事情让我来 我帮您擦鞋 知道以前我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以前就是擦皮鞋的 我记得以前擦鞋的时候 我只能看见别人的鞋 擦完了以后才能看见脸 不过很多时候 钱都被直接挣在地上 我还是只能看见鞋 知道那些有钱人 都喜欢穿什么鞋吗 不知道 上海老人头 一摸那牛皮就知道 那是上等的玩意儿 您不是也穿上了吗 您也是上等人物 你知道那鞋好在哪儿吗 不知道 它好就好在 你一上了脚 就再也不想脱下来 脱下来 比扒了层皮还难受 对对对 您说得对 您看 擦好了 干干净净的 可以吧 蒙上我看看 什么呀 我让你把它蒙在脸上 这个啊 你到底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 有点像 像什么呀 像个擦鞋的 行了 你出去忙吧 我先出去了 我先出去了 小娃娇 小娃娇 去忙给我守着 又是我 废腾姥姥什么话 你 工具呢 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 是不是对我失望了 没有 我只是对自己失望 原来 你没有那么信任我 这么大的事 也没打算告诉我 我以为 我们俩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呢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不告诉你 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曾经那么信任我 甚至为我打抱不平 但是 张三的案子 的确跟我有关系 总之啊 我不相信你会杀人 我现在也不相信 谢谢你 总是这么地信任我 九哥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放开我 小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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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全波的经过 张三不是我们杀死的 他是自己摔死的 那个时候你没有来 我们当时又害怕又无助 而且在监狱里 没有人会相信两个女囚书的话 我们实在是害怕 他们把张三的死 算在我们的头上 就只能把尸体扔进了下水道 可是前段时间上 不连下暴雨 又把尸体 从下水道里冲了出来 把张三放进浴室 是青雕一手安排的 张三失踪了 青雕就开始怀疑我 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他就威胁我 让我带他一起离开 我开始没有答应他 但是现在 我决定跟他一起约日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我怕你跟龙队长一样 反对我做这样的决定 原来是这样 九哥 我跟龙天宇那个死脑筋 是不一样的 只要你决定越狱 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你 我知道 你一定是冤枉的 你凭什么在这里坐牢 是吧 况且 现在看寿长都回来了 你在这边多待一天 都是危险的 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决定 第一时间告诉我 有你帮忙真是太好了 九哥 你要相信我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只要你决定了 我萧林峰 无条件地帮助你 林九哥说 还是不见你 到底怎么回事 我来了三回 三回他都不肯见 这个我也不清楚 对了 那那个叫陆放的狱警呢 陆狱警 正在开押犯人呢 估计也没有时间会客 龙队长 今天你还是请先回吧 好吧 姐姐不迟 你吃 东东 我能不能跟姐姐单独聊一会儿 都督 你先去外面玩一会儿 嗯 真可爱 他平时都这么依赖你吗 是啊 所以我不知道过几天我走了 他会不会习惯 龙天宇来了几次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 我不知道见面说什么 一想到之后 他知道我孕育时候脸上的表情 我就没勇气面对他 那是因为你太在乎他了 九哥 从这儿出去以后 你会不会见龙天宇啊 好了好了 我不说这个了 这些事情咱们以后再想 我们呢从这儿出去以后 我带你去看戏好不好 带你去看杨小楼的戏 安天慧 我最喜欢看孙悟空了 俺老孙巨岩 天若压我 我劈开那天地若居我 我踏碎那地 放心啦 如果龙天宇他是如来的话 我是孙悟空 不行 我怎么可能是孙悟空的 我是唐僧 我一定要把你从五指山下救出来 也不知道 就对了 我不应该是唐僧 每天叙叙叨叨的 唐僧是龙天宇啊 我呢 是金箍棒 你看啊 我都愿意为了你当个棍子 你不开心啊 谢谢你 少来啊 这种谢我不要啊 从这里出去以后 你一定要到庆云楼 给我摆一桌子菜 那种谢我才要的 一定 走吧 这儿 你怎么办 我没有任何药 这儿 这儿 你呢 我都可以 我和你家的事情 我和你家里娘 我和你家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轻易感受着寒冷的蜻蜓 浪潮涌动着 万场人生情语 她的喜怒你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从无声无息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掩回忆 在那个夜里 上天资予的经历 天栏干河江碧 等不住落叶化成唇泥 Zither Harp 乱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 心里 天栏